接下來繼續有什麼主題 很明顯是它繼續夾淡倉 早前最弱的那兩隻貨紙是哪兩隻呢? 就是尾团和這隻 快手 因為主笑指數向上突破 衝憬它破了這些重要的位置 如果它繼續穿上去 而這些錢又可以多些賣回科技股指數 早前做得很淡的那些 就要有機會被人夾一夾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們的反彈幅度會比較急和特大 美團繼續有一個很明顯的情況 今天也有約7%左右 但其實也要維持著昨天的看法 如果它向下跌回263 這一浪的升浪或夾淡 其實也會走完 但如果它不跌穿這個 如果它一直走上去 大家要看它是否可以走出一個升棍 這個就是做第一個低位 你看看如果它要調整 調整幅度要多深 如果大家短差的話 它今次白浪上去 如果它真的再右對回到300 2009 短線其實都可以考慮自己吃股 如果沒有線沒有降 看看今次的大市能否真正向上突破 如果它真正去突破 即是今天破了一個位 應該就向上了 估計 美團不應該大幅坐下去 如果它要看什麼位置 大概是325元 或是330多 50元 這些水平 我覺得其實有機會要穿回 要看看大市能否生成 這個位置的高位在哪裡 就是在335元 這些水平 如果一沖上去就應該要倒了 倒完之後就要看350元 這些位置 其實它要升不是很困難的 你今天升6% 其實都會升20元 如果你明天再升6-7% 其實如果它真的要繼續夾回 夾回大幅坐 未必不會是一些特別難的難事 另外其實它的權重不低 你佔整體的大市來說 所以如果真的要夾 要向上突破的話 其中一隻有機會繼續被夾 另外一隻快手 即是坐完後很厲害 這隻如果要夾的話 也有機會是有一個空間在這裡 但要留意一下 整體其實它是未扭轉那個弱勢 如果真的突破不成 要小心它繼續向下 就是繼續去下沉破地獄 但你去到100多元 破完200元 這些水平 其實也是一些分主吸納的位置 你不要預計它短線 很快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反彈 走回升浪 就算它真是金浪的大市 能夠回到上面 不再坐下去也好 估計它達完上去 未必會很快 但也很高 可能它達完一輪 也要整顧一下 大家也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但如果真的夾一招的話 估計它要夾回上去 多到10%多 有一定的空間在這裡 但風險相對上是會更加高 因為整體上出來的貴積 是比較強差人意一點 這一點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去玩一隻 會不會大市科技股 有機會就是向上好呢 然後有機會被人夾倉的股份 快手是其中一隻 但還是要小心 那個波動性是很大 但要大家如果真的能夠成熟得到 才可以去買進去 以及申報一下 我也是持有絕法在手